学佛人做点好事并不难 学佛要单修精进依法 我就是拼命精进学 因为任何一个法门 只要你精进了 你钻进去了 那叫一通百通 举一反三 你可以在依法当中 知万法 听得懂吗 每一个法 当你修心修得对 你只要修得正 你已是以依法应万法 举个简单例子 今天我也不去学做什么好事 人家说 你去帮人家推推车 你去怎么样怎么样 你去帮老年人怎么样 这些事情我都不懂 我也不学 我只学一个 我要有善良的心 只要你有了善良的心 你所有遇到的善事 都会去做 你是不是以依法通万法了 你没有必要 把所有的好事情 全部学会 好事是做不完的 但因为你有这个善心 你什么样的善事都会做 所以只有跟菩萨相应了 你才会心中有法 因为菩萨的心 已经进入你的心了 你才会有法 才会相应 学佛人 学佛人 连法到最后都要舍啊 因为你已经修成了 法门是一条路 当你在走这条路的时候 你是不能舍弃这条路的 当你已经走完了这条路 你不能再把这条路 放在心中 你要把它舍掉 连最后的法门都没有了 那你才是修成了 因为学佛没有退路 你只有勇往直前了 要到达彼岸 你才可以舍去 连这个法门都不要 你可以成菩萨 你就成佛了 我们修到了某一个地方之后 我们到达目的地了 我们成佛了 我们成菩萨了 我们才可以舍去这个法 修行过程 是非常困难和痛苦的 心经常飘忽不定啊 为什么有些人 刚开始修心学佛 有时候感动得不得了 痛哭流涕 有时候又把佛给忘记了 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因为他的心飘忽不定 所以学佛人一边学佛学法 一边还要修一个定法 定法是什么 就是怎么样把心先定下来 你才能做好事情 举例 过去我们在学校里 迟到的时候 同学已经在教室里做好了 你一个人迟到了 啪啪啪跑进去 老师 对不起 我迟到了 坐下去之后 马上把铅笔盒拿出来 把书拿出来 这个时候 你的心慌乱不定 你刚坐下来的五到十分钟 你根本不知道 老师在讲什么 这就叫不定 对不对啊 为什么师父叫你们星期三听课的时候 心一定要定下来 不能迟到 迟到的人就听不好课 大家知道 在好的歌剧院 好的音乐厅里面 迟到的人是不能入场的 为什么 听音乐也是一首诗 你要听这种音乐的意境 当一个歌剧开始表演了 台上台下 心和心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这个时候 如果有一个人突然进来 在里面跑来跑去 你就会把人家的心 弄得不定 师父这次开法会 负责录像的人 要先把录像机弄好 少站起来 少让人家来看你 心定得下来的人 才能有法 所以叫定法 师父说 法不能马上舍去 人到中年就一法 那你就不会有二心所行了 你学佛 学得一心一意 你就不会有二心 佛陀曾经讲过 最初的 也就是最终的 最平常的 也就是最深的 什么意思呢 讲得很清楚 最初的 也就是最终的 当一个人 生出来的时候 不就是最初的吗 跟最终一样吗 没有生出来之前 是没有你这个人的 最终 也没有你这个人了 佛陀讲的 是非常有哲理的话 你们到了人间 短短的一生 你们做了些什么 天天在 伤害自己 玩弄自己 残害自己啊 抽烟 不是在玩弄自己吗 吹牛 不是在伤害自己吗 嗔恨人家 不是在伤害自己吗 动小脑筋 最后被人家唾弃 是不是在伤害自己啊 师父跟你们讲过多少次 学佛要正啊 不是来玩的 佛陀讲 最平常的 也就是最深的 当你用最平常的心 去拜佛的时候 实际上 你就是用的最深的心 你以为 拜拜佛 人家看不出来 你天天拜 月月拜 年年拜 你拜到最后 一求就灵 难道不就是 最高的 最深的东西吗 因为人家是 积少成多 因为人家 是累积计算的 不要残害自己了 自闭症 就是自己把自己闭塞了 精神病 也是自己残害自己所为 想不通 想不通 我就是想不通 最后 就成精神病了 不是你自己害自己 还是谁来害你的呢 这些佛的道理 不能想一想啊 为什么人会自残呢 因为你没有智慧 一个人 做一点好事 并不难 难的是 一辈子做好事 不做坏事 我们说 做一点功德 并不难 难的是 一辈子做功德 不做恶事啊 你们今天 在做好事的同时 又在不停地 做恶事 哪来的功德啊 哪来的 有求必应 师父看到 你们很可怜 师父看很多人 像一个个小丑一样 在这个舞台上 表演自己 你们很可怜啊 以为自己很聪明 挑不来 挑不去 到了最后呢 为什么搞来搞去的 你们青年人来了 就好好的 做点功德 有些人 还经常怪师父 对你们青年人 太放纵 你们也给师父 蒸蒸气啊 吹牛 撒谎 已经成家常便饭了 你们怎么修得好啊 用句现代话讲 你在社会上犯罪 警察还一时抓不到你 如果你跑到警察局来犯罪 你跑到护法神这里来犯罪 那真的是可悲啊 佛陀最初传法 就是讲道四地法 就是苦极灭道 就是讲的人生的苦啊 人道最苦 灭了 结束了 对不对啊 但是 这个道 你就修成了 苦极灭道 一直从人生的最初 讲到人生的结束 所以 这就是 真地法 苦极灭道 要懂得 知道善行 善功德 你不愿意去做 或者做不出来 一个人看到好的事情 他不愿意去做 一个人看到一些 很容易帮助到人家的事情 他不愿意 自己去帮助人家 这就达不到 知过必改 你不想去做 你就是 已经错了 但我还是不想去 那就是 知过不改啊 所以 帮助别人 做善事 心中却不爽 有些人 帮助别人 做了点事情 就一脸的不开心 有些人帮助别人了 心中 总是有芥蒂 这是 功德 功德 有漏 常常说旺语的人 他会越说越爽快的 经常吹牛的人 牛越吹越大 他已经 以说谎为快乐了 想一想 想一想 你们的父母亲 有没有这样 是不是这样 再想想你们 是不是这样 随便吹牛 随便说谎 到根底了 这种根 会进入你的八十田中 已经以说谎 说旺语 为快乐了 想想你们年轻的时候 是不是随随便便 就吹牛啊 不妄语 也是五界当中的一记啊 经常妄语 会不知不觉地 落入说妄语的习性之中 就像小孩子一样 喜欢偷菜吃 他不偷 他难过 他习惯了 要记住 很多好的习惯 和坏的习惯 都是由你在不知不觉当中 慢慢形成的 有些人吹牛 为什么吹得这么快 因为他已经吹惯了 为什么有些人 吃饭吃得这么快 因为他习惯了 吃饭这么快 对不对啊 道理是不是这么样啊 不知不觉 就是害人啊 学佛人 不能明知自己犯错 却喜欢牵扯别人 一个学佛的人 你是菩萨 你不能自己做错了 马上就说 不是我 是他呢 本来 他要是不叫我 我会怎么样 这种人 就不是学佛人 你们知道吗 牵扯别人 硬说是别人害了他 将自己的过失 全部推到别人的身上 这是一个学佛人吗 我的老婆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不担而切 我的老公怎么样 所以我才这样 刚刚来了一位师父的老听众 因为老公怎么样了 现在他一个人拖着三个孩子 可怜啊 老公在桃花节上过不去 就伤害到他自己 也伤害到别人 所以 人要知错就改 要懂得 不要把过失 推到别人身上 如果你 知过不改 知善不为 自罪引他 就是说 你知道自己做错了 你不改 你知道你自己应该去做善事 你不为 你不去做 你自己就有罪了 你还会引来很多的麻烦 这就是了解佛法还不够深 不够彻底 所以当一个人开口就说 是他呢 不是我 是怎么样 是怎么样 讲了半天 最后说 人家不好 实际上 一定是 他自己 也不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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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